主耶稣 主耶稣 我们今天的讲道是讲 耶稣来这个世界做些什么 耶稣来这个世界做些什么 就是来改变我们 今天的主题 耶稣事来为了改变人们 我们今天最主要讲道的一些经文 大部分都是来自 耶稣第一次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 耶稣以加伯隆为基地 以他自己的家为基地 开始去了加利利各地去传教 去旅游 去旅行 以及去医治各种不同的人 《马大福音》四章二十三至二十五指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个会堂里教导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医治人们各种各样的疾病 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敘利亚 人们把一切患病的 就是患各种疾病的 疼痛癫痫痰痪的 以及被鬼附身的 都带到他面前 他都治好医治了他们 因此有大群的人跟随了他 他们来自加利利 底加坡里 耶路撒冷 犹太和若旦河东 你会问耶稣那时候 在他自己的家 或者在他的地带 在以色列有多出名 下面有个地图 中间的G字头 就是耶稣在那个地方出去 开始教导 开始去医治人的地方 但是他在那个地方 旅游那几天 或者一段时间 那段小时间 他的好消息 已经传遍了整个地区 整个 你看到上面白色 敘利亚那里 就传到那里 大家要记得 以前是没有网络的 以前也是没有 就这样开车几个小时 就去第二个城市 这个消息要传到去 敘利亚 这里可能差十万九千里 但是传到过去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耶稣就是这么出名 那为什么人家会认识耶稣呢 那为什么人家会在 加利利亚 大家波利亚 全部都带一些 不同患病的人 来要耶稣的医治 来求耶稣的医治 和听他讲道呢 那在以前耶稣面前的人群呢 他们并不只是犹太人 他们是来自刚刚地图这里 世界各地的不同人 那里面有着犹太人 也都有很多外邦人 那如果你想听耶稣讲话的话 你想见到耶稣 你想见到奇迹 你想跟随耶稣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放弃你以前 旧式的思想 你自己旧式的偏见 那我们大家要记住 以前犹太人 是非常非常不喜欢 跟外邦人一起的 语言福音四章九字 也说到 撒玛利亚夫人说 你试过犹太人 真不向我者 撒玛利亚夫人要水河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互不往来 那为什么你会问 为什么他们中间有分歧 为什么互不往来 原因是因为 以前犹太人 是很尊崇我们的神耶和华 他们只是有一个神 但是我们看到撒玛利亚 或者以色列其他的地方 他们带入很多 其他种族的偶像 去崇拜 他们都是会崇拜耶和华 但是另外也会崇拜其他的偶像 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觉得 你们都好像离弃了神 你们根本就不跟我们 可以相提并论 你们是外族人 那我们通常人很喜欢 选择我们应该要爱哪些人 和应该被哪些人爱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 他的教导是跟我们说 所有人都应该爱 和所有人都应该被爱 教会我想今天问一下你们 你爱不爱你身边的所有人 或者一些甚至你不认识的人 还是有一种种类 有一个类型 有一些种族 有一帮人 甚至有一个人 是令你很难全心全意 那去爱他们 我们今天的第一点 耶稣这个世界是为了爱 问题从来都不是在神 爱不爱我们 而是我们爱不爱神 马尔福音一章三十九至四十五 这里讲到 于是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国会堂传道赶鬼 一次一个患麻疯病的人 来到耶稣面前 跪你仰求 只要你肯 一定能使我结症 耶稣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说 我肯你结症了吧 那人的麻疯病 立刻消失了 他就结症了 耶稣让他回去 并慎重地盯触 不要把这事情告诉别人 要去让祭司测看你的身体 并照摩西的律定的规定 献祭向众人证明 你已经结症了 但那人离开之后 却到处全阳这件事 以至耶稣无法再公开进城 他只能代在城外的旷野 可是人们仍在各处来走他 那这个故事说到耶稣 看到一个麻疯病人 来到他的面前 问耶稣肯不肯去医治他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麻疯病 是什么的话 我本来打算放一张图 但也不要放一张图 因为不是太好看的 它是一种影响皮肤黏液 和神经的一种疾病 它使你的皮肤变色 变暗淡和肿瘤 你的手突然会大了 它严重到会毁容 和会变畸形 我那时候好奇 看看麻疯病最厉害 可以变成什么样 我看到一个解剖 是一个死了的麻疯病人 他两只脚 有一只脚 你还看到勉强也是一只脚 第二只脚 你是见不到骨 你是完全腐烂了 这个人麻疯病人 他知道只要耶稣愿疑 只要耶稣愿 他就可以被治愈 耶稣当时有什么反应 这里写 耶稣动了慈心 但是在古希腊文里面 其实这个字 是有两个译法的 一个就是动了慈心 断了怜悯之心 第二个是愤怒 那你会问耶稣 为什么会愤怒呢 可能 这里没有写的 但是我想可能就是 对罪和撒旦 在这个人身上做过所有的事情 摧毁他的生命 一切而感到愤怒 然后耶稣医好了这个人 他再三叮嘱这个人要做什么 他叮嘱这个人 一定要遵守 《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文献 就要向祭司显然 然后好像律法那样 对神作出一个限制 然后再去显示给各个人看 每个人看他是结症的了 但是这个麻风病人他做了些什么呢 有没有服从耶稣呢 他有没有服从神的说话呢 那很明显他就没有了 那很快很快 刚刚才医完病 刚刚才走了出去 他的内心就已经被揭露了 他走开出去回到城里面呢 他和每个人说发生了些什么事 他怎样被治愈 被谁治愈 他跟随着的呢 其实是自己的情绪 而不是神的说话 那或者他可能觉得 哇我真的很开心啊 急不及待和每个人 每个患病的人说耶稣的好消息 或者他觉得 哇我现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 我传认着天国的福音 但是无论出自什么原因呢 他都是不服从耶稣 他因为这样不服从耶稣呢 耶稣连成都没有人 那这个人爱不爱神呢 你觉得 约翰一书五章第三子都讲到 因为我们遵行上帝的命令 就是爱上帝 他的命令并不难遵守 他一点都不爱神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 他在被医治之前 和被医治之后 都是过着一些不服从神 不服从圣经的生活 那麻风病 你问是怎样传染的呢 严不严重的呢 麻风病其实它传染性 不是很高的 只是当你重复地 和别人发生一些很亲密的关系 这样才会导致你传染的 那当时的犹太人 只是可以和柱女结婚 那如果你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成年人 无端端有麻风病发生的话 那很多时候都是发生了一些不疑的关系 那接触到引起麻风病的细菌之后呢 通常都要三至五年 这个病状才会发出的 那拥有不疑的关系的这个罪呢 可能不会立即浮现在水面 但是罪始终都是会带来罪的后果 子始终都是包不住火的 那人呢 通常都会看一个人的外表 而定定他们的熟灵状态 那耶稣教导我们 不干净的东西 其实是从我们的心发出来的 马可福音七章二十至二十三节 这里讲到 从人里面发出来的 使人污围 才使人污围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的心里面 能够生出的 生出的 恶念 狗合 偷渡 谋杀 通奸 贪婪 邪恶 鬼诈 放荡 贼道 毁谤 骄傲 狂妄 这一切恶事都是从里面生出来的 能使人污围 如果我们不对付自己的心 心里面隐藏着的罪 我们永永远都不会结症 就算可能我们暂时表面上 身光颈漂亮 头又立得很漂亮 梳子又剃了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内心的话 我们的罪始终都会令我们的外表变得很暗淡 变得很不干净 说得好 让我想起一个例子 两个例子 其中一个就是 以前我们跟一个弟兄去查经的时候 查了一段时间 他都决意想成为基督徒 如果你问我他是一个如何的弟兄 他是一个执得很英俊 衣服又洗得很干净 每一次出街都会喷香水 很英俊的一个弟兄 他悔改成为基督徒 受洗成为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 一段时间 我们开始看到他的笑容 首先笑容没有了 其次之后 好像越来穿衣 本来是穿得很漂亮 星期日穿得很漂亮 突然穿下穿下 越来越穿得很漂亮 越来越觉得又唱歌又唱得不大声 外表变得很不干净 突然间 为什么呢 我们问他 我们跟他一起聊天 问他 你有没有一些罪 是未曾去悔改的 你有没有什么 是在心里面未曾去处理的 原来他受洗了之后 他手机里面还有 约会交友这些应用程式 我们没有特意去查他的手机 但是他跟我们说的之后 但是很快很快 他已经离开了神了 我们看到如果心里面 就算有少少的一条罪的刺 都可以令我们从悔改得到宽恕之后 可以享受这个神的国度 之后仍然可以带回来 可以拉回我们走 第二个是比较深刻的一个例子 我记得是发生在澳洲的教会 澳洲教会有一次 就跟一个男生去查经 这个男人有什么隐 他有很多的毒隐 他以前一直都是经常吸毒 但是从查经开始 他就极少极少吸毒 然后变成没有吸毒 然后他们就定定了 不如我们在那个日子就受洗 但是在那个日子之前 他其实的心 都未完全看得到罪 对他有多大的影响 在受洗之前那一晚 他就跟自己想 我反正受洗了之后 我也是得到宽恕的 受洗了之后 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之后 我就真的无得吸毒 那么他就前一晚就吸毒 但是好不幸的 他就用毒过量就过了身 处理人心是一个极之极之艰巨的任务 和人打交道是需要付出很多的 身心疲累的代价 那么在这里 《路加福音》里面说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 经常都会退出去旷野 去花点时间和神一起 在属灵上面再次充电 《路加福音》五章 第十四至十六指 这里说到 耶稣又吩咐他 不要把这事情告诉别人 要去让祭司測看你的身体 以摩西的规定塞飞 向损讃这業见的自己 向众人证明你已结远了 结果耶稣的名声传得更广论 成群的人聚集到他那边 听他讲道求他医病 不过他还是常常退到旷野去祈祷 然后我们刚刚那个故事 就看得到越来越多人去找耶稣 就算去到旷野 就算耶稣被逼在城外 都很多很多人来找他 但是找他来听道 是在做神的事 找他来医 他都是在做神的事 但他永远都不会不记得 要跟神花一段很长的时间 去属灵上面去再叉点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今天 基督徒 你们的祈祷时间是怎样的呢 我最近发现 其实祈祷的时间 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是干预的 特别是我们师徒想跟神祈祷的时候 师徒想跟神分享一些时间的时候 撒旦就会在这个时候 找任何的方法去引诱我们 找任何的方法去介入我们跟神的这个相处的时间 那令我们属灵上完全充不满电 或者完全都没有充过电 只是在这里只有一个讲字 然后他充不到电 他有全日的时间 可以继续去诱惑我们 继续去拉我们离开神 那他会用什么方法呢 那我自己都感受过的 他就是会用你身体的疼痛 他会用疲劳 他会用胡说 胡说要怎么讲呢 就是讲下讲下 我都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了 在这里一尾只有一个讲字 那他会用其他人 和其他事物 在家里都养了猫的 那些猫会突然间突然走过来 是很正确的 是期间土突然走过来 或者风突然吹了一只蜜蜂过来 之类了 还有最主要的就是 你隐藏在心里面 没说给神听 没说出来要寻求帮助的罪 嗯 那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现在在带奥克兰教会的领袖 Scottie 我们的牧师 我们的郭牧师 James他今天不在这里了 他曾经 他跟这个Scottie大兄 非常非常熟 那因为他们的属灵 他们被受洗的时间 其实都是差不多 大家都有很多时间相处 有很多时间存在一起 那有一次James有讲过 一开始认识这个弟兄 他跟人讲话 相处又不算得很厉害 是不是 他唱歌又不是很好听 但是他出来讲到 讲这些短讲 又讲到痣痣痣 他可能是大胆 兼少少英俊 但是他真的没什么可能 会成为到教会的领袖 你不可以只是用样子和身材 来成为教会领袖 哇 但是呢 James又讲 这个弟兄在我印象中 他为什么会属灵上 成长得这么快 这么强大呢 是因为他祈祷 祈得非常非常非常之多 他一天 我听说 他一天起码都 祈两至三个小时的同日 哇 第二点 耶稣来是为了医治人的 耶稣来的目的 是为了医治我们属灵上的罪 来宽恕我们的罪 而不是身体上的任何疾病 马可福音二章第一节 几天后 耶稣回到加伯龙 他在家的消息一传开 在加利利游览了几日之后 他就回到自己家 加伯龙那边 他在和上帝相处这段时间 心和身都回复活力 但是一回复活力 就很多人突然聚在他身边 我们继续读下去 马可福音第二章2-12 立刻有许多人蜂蜂而来 连门外也挤满了人 耶稣正在给他们 讲道的时候 有四个人 抬着一个坦满的人来见他 但因为人太多 他们无法抬到耶稣跟前 就拆掉屋顶 对准耶稣的座位 将坦子和电子都除下去 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坦子说 孩子的罪被赦免了 有几个律法教师在在那边 心里议论说 这是什么话 简直是涉足上帝 除了上帝以外 谁能赦罪呢 耶稣就立刻 耶稣立刻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就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心里议论呢 对坦子说 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容易呢 还是起来收拾你的电子 走罢容易呢 但我要让人们知道 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 于是他对坦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 收拾你的电子回家去罢 那人就站起来 马上收拾好电子 当着众人的面走了出去 众人都十分惊奇 站起上帝说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 我们见到这个人最终 他的罪 身和心的罪都得到了赦免 但这个不是他自己的信心的问题 是他朋友的信心 令到他得到治愈 耶稣其实是很想帮他 这四个人的朋友 因为他们 但他们只要做到的事 就是将他们的朋友 带到耶稣身边就可以了 耶稣其实会帮他们 因为耶稣 神 他本性是爱人 本性就是想宽恕我们 我们必须要问自己 我们每一天 每一个时刻 花几大的努力 几大的决心 去令到人家归向耶稣 当你见到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会不会想起一帮自由 快乐 平安 没有负担 没有受阻制的一帮人 还是他们就像一般人那样 被以下的问题 瘫痪住 苦劫 可能觉得 为什么我人生这样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病症 内疚 可能觉得自己 之前做的决定不对 原谅不了自己 第三 就是有一些 他令他自己羞恥的秘密罪 他还没赶出来 跟神一起去分享 一起去解决这些罪 第四 恐惧和担忧 恐惧和担忧 我想每一个香港人 都应该曾经拥有的 最终 幼稀 我有一个例子 立刻想起 就是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 有个伯伯 他姓蔡的 我们叫他蔡伯 蔡伯经常会进来 带他自己很漂亮的茶叶 来斟茶 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有一个很好的时间 但他不在我们工作 他一向都是一个很开心 充满笑容 充满热情的伯伯 当时我就很小 我记得 过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蔡伯没有再出现 为什么蔡伯突然间不见了 我大过之后 最近才知道 然后蔡伯那时候 他回了一份工 他回了一份工都很长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在香港做过的事 你就知道 我们有一个叫长期服务金 长期服务金 我不知是十年 十五年还是二十年的 在那里工作 老板要存一块大的钱 他退休的时候 就要给那个员工 但他因为一次和老板吵架的时候 就很冲动很冲动 那一天就辞了职 那一天辞了职 你要知道如果香港 你是给老板炒的话 他们可以多一个月的薪金 去找第二份工 但如果你自己辞职 那老板就发达了 他什么都不用给你 但是辞职 以气用事之后 他发现 原来他就是欠过一个年底 就拿到长年服务金 哎呀 但是我在想 他工作了这么久 做了这么久 他应该有一堆钱 是留得低的 他那一堆钱 如果他真的要安享晚年 是绝对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一种苦劫 就是这个内疚 令到他有抑郁 很快很快 又不会斟茶 很快很快 笑容又不见了 很快很快就离开了这个人世了 这四个人他决心 让他的朋友变得更好 就好像我们都需要有决心 让我们身边的人变得更好 例如我们家人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父母 孩子 兄弟姊妹 表兄弟姊妹 我们的朋友 老同学 Facebook Instagram 的朋友 我们的同事 或者我们每一天 见得到 听我们全福音的人 或者是我们的邻居 耶稣这个故事跟我们说 如果你留意到 他是有四个人 搬着一个坦子 到耶稣面前 耶稣这个故事 其实是不是在教我们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现在开始 用四倍的信心 四倍的努力 四倍的决心去拯救我们身边每一个人 《勞教福音》五章21节 这里讲到 那些法利塞人和律法教师 开始议论起来 这个说话 涉足上帝的人是谁 除了上帝以外 谁能够赦罪 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人的罪被赦免而感到开心 反而开始攻击耶稣 耶稣为了证明 为了证明他的身份 就医好了这个人的身体 尽管这个不是他的重点 耶稣来是为了赦罪 是为了给我们看得到我们自己的罪 然后悔改 然后可以得到宽恕 然后才有第二次生命的机会 当然处理他们自己的痛苦 罪和忧虑的根源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才会得到真真正正的 本书真真正正的治疗才会开始 耶稣时代那时候的宗教徒 他们太忙于执行摩西给下的律法 神给下的律法 他完全不记得了 为什么神会给他们这些律法 其实给这些律法是为了他们可以帮别人 去避免犯罪 去帮别人知道神怎样可以宽恕他们的罪 人对耶稣都很惊吓 因为他们从来都没见过 有一个人这么有权柄 可以医治人 又这么有权柄 可以说出这样的道 跟着耶稣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我想对大家这里在座的基督徒 都可以来说 就不像一个宗教 其实是一个充满兴奋 充满惊吓 充满奇迹 充满一个期待 是自己的生命 和自己身边的人的生命被改变的一个生活 就是 远远和社会上想的基督教 社会上想的宗教 其实真的是天和地的差别 这个我们在这个故事看得到的坦子 他和上一个故事说到的麻风病病人有什么不同 这里你看到耶稣跟他说 叫他起床 叫他立即回家 他就立即这样做了 我们在马太福音九章七节看到 那人立刻站起来回家去了 第三点 第三点 耶稣是来为了改变罪人的 有许多瑟利和其他人 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 就向耶稣的门徒抱远说 你们为什么跟瑟利和罪人一起吃喝呢 耶稣答道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我来不是要照异人悔改 乃是照罪人悔改 那这里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厉害 那些瑟利呢 那瑟利呢 以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 以前是被 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的 那这个时间呢 罗马帝国也是要在犹太人中间收税 那这个利美这个瑟利呢 其实是犹太人来的 那你看得到 他自己呢 原来是在帮敌军做事 他帮敌军做事之余 不要紧要 但是他帮得来呢 他是将自己那些 自己人 将犹太人的钱 专专拿多少少的 瑟利很喜欢这样的 专专拿多少少 这样 他们突出来的那些 就可以自己落袋 那我们看得到呢 他是用同胞的利益 来到 丰富自己的钱包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中的 叛徒呢 可以说是 但是耶稣呢 好像是想为了 激怒这些法利塞人 激怒这些律法教师 特意选下一个门徒呢 就是选一个瑟利 就是选一个 命正言顺的罪人 耶稣说 他宁愿用一个 知道自己的罪的瑟利 来改变这个世界 都不甘愿用一些 以为自己很虔诚的犹太人 以为自己是上帝给人的礼物 的一些人 以为自己很正义 看不到自己需要改变 需要帮助的一些人 那么耶稣出去 就叫这些 见到自己的人去悔改 然后令他们得到传语 那么其实耶稣呢 在这个故事上面 想教训那些犹太人什么呢 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至十三节 耶稣听见后 答道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圣经上说 有我喜爱怜悯之心 而非祭品 你们去揣摩这句话的意思白 我来不是照义人 乃是照罪人 那么其实耶稣在这个章节里面 是直接讲了以前旧约圣经的一段章节 那么旧约圣经里面 在阿西亚书里面讲到 阿西亚书六章六节 这里讲到 我喜爱怜悯之心 而非祭品 我喜爱人 认识我 胜于凡子 即使这班法律教师 法律错人 他们都不承认耶稣是上帝 但是如果他们真是对神 真是对耶稣所说的 真是对真相有兴趣的话 他就必会去揣摩这个说话 必会去揣摩旧约圣经 讲过这个说话 找出真相 那么如果他们在 这个耶稣可以卸罪的权能 因为只有神才可以卸罪这个权能 都看不出的话 他们就可以看回圣经 这样去信耶稣是神 派来的圣子 那么我想问你今天 你们学习圣经和圣经的知识 有多少呢 你认不认识旧约圣经 其实旧约圣经 想起其实很奇妙的 新约圣经怎么来呢 就是耶稣上了天国之后 那些跟随他的人 几十年之后 很快的时候 算是 那就才写出来的 那我们才有新约圣经 但是那时候 耶稣在那时候 他们没有新约圣经 大家要记住 他只是看旧约圣经 就是耶稣现在看的旧约圣经 跟你看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又知道多少呢 你今天想不想一起研究圣经 那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 或者是再次来的话 如果有人邀请你 必定会有人的 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学习圣经 我鼓励你答应 然后我们一起走进圣经 看他真真正正的含义 那我想起 前几个礼拜 有一个人问我 为什么我要看圣经 为什么我要看一些 基督徒自己写 关于神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 就算是神写的 为什么我们要看神写 那么偏心 关于自己的一些东西 你都没有历史证明的 你都没有科学根据的 为什么我要信你本圣经 那我就开始找了 怎么可以在一个考古学 另外一个地方 不在圣经里面的地方 去证明神的存在呢 其实我们新药圣经 我想每一个基督徒 都很认识的了 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很熟悉的了 但是对我自己来说 真真正正正 将我的信仰 推成另外一个高度 其实是旧药圣经那里的 那其实知道 神的名字 是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 都是被记载过的 那我找其实很快很快就找到 两个地方 耶和华这个名字是被记载过的 那第一个就是在摩鸭 摩鸭在创世纪 是已经提过的一个地方 那些考古学家 回到摩鸭这个地方呢 就去搜寻 那见到一个神殿里面呢 就见到一个很大的石碑 这个石碑 应该差不多一个半人那么高 很大很重的一个石碑 那它上面呢 是发现了第一次记载耶和华神殿 的这个名字 那第二次我们 考古学家再发现到的呢 就是以前 埃及的一个 圣殿里面 以前埃及那些法佬很喜欢 建圣殿给自己的 那建完之后呢 它在上面 又会雕刻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这个法佬呢 就很喜欢雕刻他的敌人 那他的敌人 我们再想起 他的敌人 和埃及 和以色列 有什么关系呢 那当然可能大家就会想起 摩西的故事 那这里下面有张图呢 它看着呢 它其实上面有个人的 他人就是代表敌人 就是代表对面的军队 那你见到下面那一条线呢 是地方 再下面呢 是游牧者 再下面呢 就是神的名 耶和华 那这里就是写着耶和华的游牧者 耶和华 信耶和华的这一班游牧者 那就是以前摩西的时代 在埃及这个很荒忙的地方 走出去旷野的这一班人 法老就形容他们为游牧者 那其实在其他地方呢 神的大能都是显映得到的 只要我们有没有心去看 有没有心去寻求真相 那结论 耶稣聚集了全世界的人追随他 不仅是犹太人 他捉摸那个麻风病人 不干净的人 甚至是癱瘓的人 他不担心一个人的外表是怎样的 但他关心他们的内侣 他们的属灵状况是怎样的 那我好像 他专专想证明他怎样的 他就专专找罪人 来成为他自己的门徒 我们必须好像耶稣一样 第一点 用爱走入人家的生活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次三节 这里写着 即使我们能说 人类和天使的各种语言 如果没有爱 我不过象 光光作响的罗和拔 即使我能作先知广道 又明白各样的傲秘 又学问冤薄 甚至有移开山岭的信心 如果没有爱 我仍然算不了什么 即使我倾家荡产 制调制窮人 甚至写计捐区 让人焚烧 如果没有爱 对我也毫无益处 第二点 我们就是要入人家的生活 去教导他们 怎样他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 我们可能要用到四倍的信心 四倍的努力 四倍的决心 去教导他们 去怎样罪才可以得到赦免 第三点 但我们要出去找一些罪人 真正落手落脚 帮他们去改变 我想第一句 其实找到罪人 一点都不难 我们大家身边 就算是自己 都是罪人 所以找到他们 一点都不难 但我们一定要 好像耶稣那样 落手落脚 落心落血 来帮助他们 一起去改变 变成荣耀归于神